Hello,大家好,我是Snow,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英国折扣真是让人又爱又狠 既然还是爱多一点吧,恨少一点 所以我每天都在买买买,就买了好大一堆东西啊 那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都买了什么 那这次的跟我分享呢,我应该会分上下两期来录 一是因为东西太多了,我一直录完的话会太长 二是因为还有好多东西在录上还没有到 所以如果你还想看下期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哟 好啦,那我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是BOOTS前一阵子白菜价打骨折的香水 我有幸抢到了两瓶YSL的黑鸭片 这两个都是50ml的 如果你还不知道BOOTS前一阵子做了这个打折香水的活动的话 那你真的是错过了一个亿 因为它50ml的黑鸭片只要20磅 我还没有拆开,因为它这个在做活动的这款是浓香型的 我不确定我想不想要喷浓香型的香水 因为我担心它会味道太重会熏到我旁边的人 所以我打算去店里面先试一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拆开 如果我不自留的话,可能会拿来送人 我还抢到另一瓶,是不是很厉害 这一瓶是一个50ml的我的胶兰 这一款我应该会自留,因为它是淡香型的 而且胶兰的香水我觉得香味我一般都还挺喜欢的 不过应该也会去店里面先试一下 接下来还是一个香水 我应该是疯了吧,才会买这么多香水 但是没办法,谁让它做活动打折呢 这个是一个Panhelegan的香水 Panhelegan的折扣呢,前一阵子也是特别的火 如果你比较关注英国这边美妆的美妆护肤类产品的折扣的话 你应该一定会知道 我买的时候已经是它最好的那波折扣已经过去了 其实我本来没有想买 但是后来看网上大家po的越来越多 最后还是没忍住,还是下手了 但我买的时候它已经不送那个正装的蜡烛了 而且很多我想买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我就只能在剩的还有货的里边随便挑了一瓶 那我买的是这一款 这款叫做皇家橡树 带一个黄色的蝴蝶结 我觉得他们家的包装真是超级好看 它是一款古龙水,所以香味不是很重 挺好闻的,没有采雷,我很喜欢 它还送了我四个香水的小样子 一个是这个小狐狸的 这个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一款 然后是Lily of the Valley 空谷幽兰 这个是OPUS,这个也是一个经典款 最后一个是Alanesia 这个我还没听过 香水就收完了 接下来是彩妆吧,说彩妆 彩妆我买了两个 这个A Cosmetics家的CC霜 我买的两个都是12ml的小包装 因为我觉得小包装 平时出门带着很方便 色号我买的是Fed 就是它最浅的那个色号Fed 如果你不是小麦色皮肤的话 就都买它这个最白号就可以了 不然就会很深 我今天用的就是 这是没打开的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款底妆 这款底妆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看着不像你涂了很厚的粉底 它遮瑕的力度大概可以遮个七八成 就对于一个CC霜来说已经很优秀了 而且它涂起来妆感非常的淡 涂完也是一个比较水润的一个效果 不会显得妆感很重 如果你想要一款日常用的底妆的话 这款非常推荐 如果你想要一款就是能让你瑕疵 完全看不见非常非常精致的那种妆的话 那你还是要买一个遮瑕力度更高的一个粉底 再一个彩妆呢是Mac 这个折扣是买这个唇不打底送一支正妆的口红 那当天这个口红做活动的由头是什么吗 叫做世界口红日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世界口红日这个节日 不知道是一个真的节日还是最近他们才编出来的一个节日 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商家想让我们花钱 真的是什么节日都能编出来什么理由都有 这个就是一个挺润的一个唇不打底 我还没有用 看着挺润的 我在法国这个 这个牌子上面下了一单 其实我之前没怎么听说 没怎么听说过这个牌子 是我妹妹来找我帮她下单的时候 我才大概了解了一下 她是法国那个很红的博主叫 Jean Demas 她自创的一个牌子 这个Jean Demas 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式风格的一个博主 她正是把那种法式的浪漫慵懒的气质 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所以她的品牌里就有很多像碎花呀 吊带呀 V领连衣裙呀 然后粗高跟啊等等这种非常有法式风格代表性的单品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单里边都买了什么 首先是一双高跟鞋 是一个橙色的 脊皮的一个粗高跟 还蛮好看的 这一款是在打折的一个折扣款 其实这个牌子挺少打折的 可能是因为最近疫情影响嘛 就是多高冷的品牌也都撑不住了 所以也开始打折了 然后是一条牛仔裤 它的特点就是前面没有拉链是一排扣子上去的 而这个牛仔裤它非常的考验身材 因为它一点弹力都没有 下面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点扩腿 这一条牛仔裤也是在打折的 这条牛仔裤也是在打折的 剩下的是正价的商品 有一个这个连衣裙 底下是开刹的 然后是一排扣子 是不是很法式 就这种V领 碎花 除了衣服 他们还做彩妆 彩妆买了两块这个口红盘 这个口红盘不仅可以做口红 还可以做腮红 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包装 就是那种很法式很复古的法国女郎的感觉 然后里面有四个颜色 我今天嘴上涂的和我用的腮红都是这个上面这个脚上这个颜色 它在这个盘里面看着颜色挺深的 但实际上涂上嘴颜色还是比较亮的一个红色 然后剩下三个颜色我都还没有试 不过这个盘在网上的风评很好 说它四个颜色每个颜色都很好看 但说实话这个牌子我觉得它的定价是挺贵的 因为它的质量 不能说质量不好吧 但我觉得质量就是比较一般 你看像它的这个扣子啊 这种刚买回来 这个扣子就已经要掉下来了 然后其实它的材质也是挺薄的 里面也没有内衬 就是这样薄薄的一层 买了一个金色的染发剂 希望它在我的头发上能上色 因为我不是很想漂 我头发本来就挺干的 我是担心漂了之后会发质会更差 我之前买过几次比这个颜色要深的 然后都没有染上 希望这一款呢可以达到一个我想要的效果 我打算染的时候会来录一支我染的过程 以及我前后发色的一个对比 如果你想看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买了一个护发精油 我之前的护发精油快用完了 然后这一款呢它是 帮助头发更顺更直的一款 还买了一个同样牌子的 这个防毛灶的一个喷雾 它有一定的防毛灶的效果 还有一定的塑形效果 然后还买了几件护肤品 护肤品买了一个这个Pixi的清洁水 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想买的 不知道它怎么就在我的购物车里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没注意 它就被一块下单了 买回来之后我还查了一下评价 我发现它评价还不错 它是说明上是写它对皮肤有一个提亮去角质的作用 里面又不含酒精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用的 我用完了再来给你们反馈 然后买了点卸妆的产品 卡尼尔的这个Muslim Water 非常推荐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去花更多的钱买大牌子的Muslim Water 它成分其实都差不多 卡尼尔的这个我就非常喜欢 便宜又大碗 然后我的眼唇蟹要用完了 买了一个兰蔻的眼唇蟹妆液 这个效果非常好 我也用过很多瓶了 卸得很干净 最后是三个便宜大罐的沐浴露 我给我男朋友都是买这种沐浴露 因为它用沐浴露用的超级快 它就像把它们喝掉了一样 这么大一瓶子 它可能三个星期就用光了 所以我给它都是买这种便宜大罐的 正好它有活动 我就一下买了三个 上期我就先录到这里 我还有很多产品没有讲 会在下一期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想看的话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哟 那就先这样吧 拜拜我们下期见